很多的官員是不熱的 那些羅蜜蜜在Facebook上都寫 他今天下午是不會去的 寧願留在這裡跟街坊說 選舉有什麼不好好過我 真的一個黨 反而我們就知道近乎總動員 你說是不是玩著我們 所以我們都出名傻的 但不玩你就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自己 還有其實是好玩的 好玩就看看大家的技巧上是怎樣 再說一次 明天大家如果可以加入人民力量三大街站 包括港島區銅鑼灣地鐵站 點半鐘 九龍區旺角港鐵站 D112點 還有沙田火車站 又是11點半 就是欣Sir帶隊 大家可以 如果想幫忙 這個 纏繞 惡搞 其實你們自己都可以 去你自己最近 你家裡或者逛街經過的站 去示範一下 兩個朋友 一個拿一個iPhone 一個走過去試一下就可以了 拍得不好 就下跡又再來過 去下個站再試 同一個劇本 你可以去不同的站 去試去練 給我們rehearsal 哈哈哈哈 就是練回頭 不知道他會不會有一個負責人出來說 你不可以拍照的 會啊 會啊 因為他網上有一個聲明 當自己真的是政府的投票站 什麼是說 票站在什麼範圍之內 禁止拉票 人不可以拉票 那些人不可以在那裡鬥鬧 不可以騷擾人投票 那些所有都是 很可笑 那請問有什麼效力 當然是你的 Onda有什麼法律 DNG 那不是公共空間來的嗎 所以惡搞小組 如果幫何卓人拉票 我們就投訴 喂 他禁止拉票 他會拉票 你快點趕快 如果他趕快 他不讓我拍照 我就問是不是大陸遊客 就可以拍照 哈哈 是啊 他是抄襲別人的 政府選舉 那些投票站 規則通側 你怎麼執行到 老實說 不搞你 你自己的WiFi 都會有問題 很多還說技術 一起在旁邊開WiFi 搶他 哈哈 哈哈 什麼都由 好 休息一休 其實這個禮拜 還有很多事情發生 待會回來 我們選一些來講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 股份編號290 專注服務中小型資本市場 提供證券買賣 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及品牌推廣 助你把握線機 摩鏡摩鏡 這個世界 哪個最美 這個世界 人人都可以這麼美 摩鏡 怎麼你的答案這麼行 世上沒有醜的人 只有懶的人 只要你勤力點 聽實逢星期二晚九點 由Suki石泳利 和形象顧問Sanya 主持的潮拜潮著 留意他們介紹的 最新扮靚心得 和潮密資訊 就包你漂亮爆鏡 林宇洋 萬必 星洩醫生 馬楚黎 劉翁 還有袁黎明 和近文芝 和你一起打造 妄想最大黨 妄想最大黨 到最後半個小時 都要講講 有一件事 我自己未在節目中講過 就是 我和林宇洋先生 星期四 是不是星期四 星期四 正式被 檢控 案起訴 兩條罪名 兩條罪名 包括 林宇洋 任亮倩 公安條例 235條 第17A 章 第三條 你背了 沒有告你 你背了什麼 他一見到數字 他就入腦了 還有公安條例 第23 235條 香港法例 245條 香港法例 第17A 條 第3 B 兩條罪名 林宇洋 任亮倩 陳志全 第一條 明知 而參與或繼續參與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或明知 而成為或繼續成為該集結的成員 即是參與非法集結 簡單來說 或是未經批准的集結 非集會 另一條 協助或牽涉於舉行召集組織組成或集合一個在違反 第245條 公安條例第13條規定下進行的公眾遊行 即是一條就參與 一條就叫做組織 兩條罪 其他人 他們是告哪一條 另外的五位 就是 莫偉傑 周俊橋 李偉宜 麥業成 以及欣申港 被告公安條例第18章 第1條非法集結 unlawful assembly 即是參與他們 沒錯 但這個unlawful assembly 這個叫unauthorized assembly 其實情況不同 17A將非法集會參與 即是剛才你說的 17A的3A 很多時候都會告判 判是相當輕的 但181的unlawful assembly 就是一個頗嚴重的罪行 但那個要求就是 那個是沒有所謂申不申請的 而是如果你們因為參與了 非法集結 而到自迫社會安寧 什麼挑釁的行動 令人感到不安的話 這樣才能夠入罪 分別就不同 因為那個就是 他不能申請 三人或以上 導致那些可能性 就會被入罪 這就是他們另外的五位 被檢控的條例 但是 李和林宇洋同埋 林立憲 沒有被控過那條 奇怪地 而最後 毋敏和大舊 就是三條都被告完 這真的很奇怪 最奇怪就是 劉翁是沒有被告的 這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還有有什麼理由我們兩個 加上馬仔就告兩條 兩個副主席就告一條 是啊 麥葉成好像是總指揮來的 不是 大舊是總指揮 大舊是總指揮 而且明明大家都在參加同一個集會 但是他又會有一些叫做unoffal 那你這樣說 我們三個兩條 但是那兩條是輕一點 但是呢 你們三條的判的情況是輕一點的 一般的判案是輕很多的 但是檢舉 但是那個入罪的率是高一點的 18-1 其實那五個人 那個非法集結 那個要入是相當困難的 基本上在現在的普通法 或者一路見到裁判署的要求 似乎要告得到的機會是極微 那你這樣說 只告18-1那個就放生 可能是 告兩條 那些就留著孤主 但那個入罪的話 那個就嚴重很多 那個判罪會是 其實這些 那全部都是刑事的了 對 很多人關心我們 首先多謝大家關心支持 我不代表到其他人 那我覺得 無論他怎樣判 我都會恩言接受 最好 你判到最盡 最無理 引起最多 香港人的反響 反省 就為之 我們來說是最有價值 最值得 這件事 由我們當日 決定不走 是被人抬 我們都是想突顯 我們這班和平的示威者 參與七一遊行 為了一個社會公義的行動 去參與 而都會被人暴力噴胡椒噴霧 上手扣 而去抬 扭 扭到腳不給救 那 今時今日 告了 亦都會預告 我們將會在1月19日 早上9點半 在東區裁判法院上庭 而人民力量 亦都會隨著這個提堂 之後 就會跟著 接著 就會搞一個 向政處示威的行動 詳情會告訴大家 但都會在1月19日 當日的 這些我們真是慷慨 崇容就義 因為我都不代表其他人 那你說的話 我就要講的 哈哈哈哈 那 就算是甚麼結果 你說到最壞是甚麼呢 就是留案底 最厲害是甚麼呢 就是坐牢 最厲害是判家五年 哈哈 那坐牢五年就讀過Master 就讀過PhD 修幸而已 亦都一定沒有 每天打撞門死 看著你的人 一定沒有坐牢五年的 是啊 如果真的打撞五年 我就會升天 哈哈哈哈 升起的 你就壞了 你不說了 我真的全部的心力 去了今天下午的事 我忘記了這件事 你現在 你現在 突然拿回 告的那張紙出來 我想想 我放在哪裏 好重重 這件事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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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我隨身為大 今天我教書 都傳給學生看的 證明 大家不用為我擔心 但有些人真的會很擔心 他覺得我這樣說 好像說笑 最好坐牢 坐牢就發達了 就是 是不是 特首都可以選 真的 受這個政治迫害 七一遊行 我的說法 不如我講一下 我好像從來沒有節目 講一下 我自己的感受 現在的感受 跟我當天在七一的時候 在想 如何自處 是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 現在都去到這個年紀 三十幾歲 好是一世不好是大半世 其實 其實 你的命 已經是 大大自治 整定了 除非你好運 有一宗生意好的投資 被你博中了 或者中了六合載 如果不是你的道路是幾次中的 對 你的牌子已經做到中間了 對 現在到中間了 平壺就是平壺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很難轉牌的了 其實現在又摸了大半 你差不多轉不到張的了 然後坦白說 我又不是很擔心收入的 然後坦白說 我又自己有學歷的 小爺仔 我又拿著加拿大護照 所以如果當日我不做 那還有什麼人比我更加有條件去做 因為是這個說法 現在就是這樣想 當日也是這樣想的 有一點就是很多人問 我是不是應該自首 或者 都要跟你有聽這個節目的另外128位 包括我自己在內 是當日有被捕的人士要說一下 譬如你們說 你們不去收那封警察給你那封信 他們決定不檢控你 或者你們去自首 這個不是重點 尤其是128個 其實其他沒有被拘捕的人 都可以去自首 因為被拘捕 如果被拘捕了 證明你已經有一個檔案 而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刑事檢控 是必須由律政署 或者香港特區政府去提出的 如果他們決定不抵押 如果被拘捕的話 並不是你去自首 或者你要求的 他就不受理 會做到 等於你不可以自己去說 我殺了人 就代表他會告你的 這個世界上就不是這樣 在香港不是這樣 所以 並不是你去自首 特別是另外128位 因為你的證據 或者參與那次的遊行 他其實是有的 他也都拘捕了你的 他也都拘捕了你的 只不過他們決定不起訴 而且我也不鼓勵 旁邊的人叫其他人去自首 因為大家的背景不同 會造成一個壓力 所以不要再說這兩個字 老實說 其實我們全部都不應該被檢控 所以如果沒有被檢控的人 絕對不應該被檢控 怎麼可能只有10個人被檢控 為什麼不包括我們 因為我們應該是一個團體 覺得很不值 我們自己走了 我明白的 但實際上 實際上 再說的決定權 不是在我們 而第二 其實這件事 根本就不應該發生 所以大家應該欣然接受 他沒有發生 因為他根本是不可以的 即使有進一步更激烈的行動 可能真的有人宣判了 是真的要砸浪當入罪 到時我們才會激起民憤 而且很簡單 假設我們10個人 真的要被人通過桂桶的話 都留下其他人出去 在外面搞 少了10個人的力量 而且其實沒什麼 是被通 很痛啊 我不討論這個問題 也不用特別向這10個人致敬 其實我們被不被告 不是我們決定的 我們做了這件事 你覺得做了這件事 即是當日不走 留在這裏 被人抬 你覺得 我們做得對 OK 但被人告這一刻 就不用特別致敬 我們不是想 我們覺得 我們那天的行動 絕對不是非法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被告呢 其實不是的 我們根本就不應該被拘捕 忘了拿一段影片出來播 所以 我希望如果有聽這個節目 其他人肯被拘捕 或者甚至沒有份被拘捕 但有出席 當晚遊行的人士 是不需要感到自己沒有被檢控 而內疚 或者想一起做些什麼 不需要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 反而我還有一件事想說 就是當日 我們由下午兩點鐘 即是點幾鐘 一直搞到六點鐘 第二早 不不不不 星期四點 又下雨 有些人 我們在內部其實也好一點 因為我們在室內也沒有那麼冷 外面那些真的只站 而且他們站了很久 反而那些我真的要自敬 我反過來想 就算這些人在內部 我都未必從頭等到尾 所以真的要向那些人自敬反而 是值得等的 都是大家表達一個心意 我在外面很感受到的 我真的在想的時候 糟了你們不要等 等於生日送禮物 你不要送生日禮物給我 我可以送給你 每天你被拘捕了的時候 我真的未必有感受 如果他招義人民力量支持者 是因為這些事 無論誰都好 被人抓住 我們一樣去等 一樣會有人去等回來 當然 除了人民力量的成員之外 也有另外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另外有五位社運人士 都是被檢控 當晚他們在另一邊 進行示威運動 但是其他人士 好像沒有被起訴 都是很明顯的選擇性檢控 由人民力量那邊 很明顯是核心成員 就是有被檢控 除了我自己 但是這件事針對 很難深究 這個深究不了 我自己也深究不了 你沒有被檢控 他們可能以為你真名叫劉翁 可能是 但沒有被他叫做Mindbit 找不到你 那Mindbit就知道是7D傳 那倒是 我懷疑他真的有一個 D1 Defendant 1 就是 玉曼 D2 D1 D1是玉曼 D2是大舊 D3是馬草黎 D4是我 D5是黎 D3 D1 D3 D3 D4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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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是嗎?是嗎? 一天我都沒見過 其實百字是我最多的 是嗎?還有嗎? 那個警察不要被感到 被買必出賣 他自己有很多百字 連你都認得的百字 他很嚴重 不要說自己 不要被人覺得很多百字 應該這樣羞愧 很多人都有很多百字 你剛剛才是小桂子寫了 專櫃的櫃 我真的沒看過錄頂記 我是看電視劇的沒有看小說 我怎知道那個櫃是那個櫃 我對這些錯誌特別敏感 最難頂的不是在警署被人 一天悶就難頂 那些簡簡單的手續 為何會做得三個小時 那些電腦是不是很落後的 電腦不落後 但是它的刷片和整個設定 也很落後 那些刷片沒有是漫紙 然後無端的看著他們刷片出來 拼了三張出來 那個Feeder 捲出這麼多張紙 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那你就搞了這麼久 林宇洋是打手指毛 你打手指毛 沒人知道 沒試過 打十隻手指 然後又要四隻 打一個 手指弓打一個 然後又要整個手斌又打 左手右手 每一式兩份 那林宇洋就打完 打完之後 然後發覺 原來他左手的指 反過來 又不是打完 打五隻手指之後 他告訴我 左手的指 然後又打了 那樣子很落 那樣子 都沒有落不落 你都明白 其實前線那些警察 他都不想告 可能他一輩子都做過 一兩次打手指毛 那倒是 因為告其實 對他來說是在罰抄的 所以他們也未必想 很多paperwork 那大家 我去到警局 我都想你發育園 我免得搞那麼多 我們最多是爭取 幫他換好一些儀器 那我覺得 去到法律程序 都沒有什麼可以 在法庭上 要不就請律師 要不就不請 好像英文說 可能選擇自變 但這個要談的 因為始終 都是那句 個人的背景不同 尤其是我們當中 有19歲 對 沒錯 那我們要 要想一想 就是想一想 整件事是怎樣做的 多謝大家 繼續關心 如果19號有興趣 有時間 就可以去法庭門口 支持一下我們 又是神速 19號 9點半 那究竟影響你們台灣之旅 就是特地遷就台灣之旅 特地遷就台灣之旅 原本是16號 但有些人是16號才會 警察跟我們遷就 是啊 就是法庭跟我們遷就 應該這樣說 正司那邊遷就 因為我們 數了也不少錢 我們很多人 都是16號才回來 如果16號就不能停 那他就說不如這樣退後 大家就 不需要我們擔心 不影響出境 我最想說 就是不希望這些檢控事件 會打擊大家 下次參加社會運動 或者七一遊行 尤其是熱誠 或者因為這樣 而下次不敢去做一些 認為對的事 我們常常說 民主黨 這些所謂的 扮民主派 就是 有什麼不同 跟我們 就是他一步都不肯走多一點 這條線就是解散走 無論對方是怎樣 無理怎樣 他都不會走多一步 而我們現在就希望每次嘗試 走多一步 雖然走多這一步 這兩步 會遇到更多的 每一步 兒子可能遇到更多的壓力 譬如今次我們只是 留多一陣 那就已經 可能去到刑事檢控了 但這個 亦都不會阻止到我們 做一些認為做得對的事情 譬如 如果真的是23條 23條要強行立法 我們一樣會跟你死過 吞胡椒噴霧都不走 這就是我們的原則 在說這件事有沒有道理 我們在做這件事有沒有道理 那件事值不值得做 吞胡椒噴霧 反過來說 你想清楚才會參加 參加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加義無反顧 你這個七一走不走 是一個很深的問題 我們傾向 自己死的下 傾向不走 不走的意思 就是 不會根據他那條 這麼巷的路線 走到政府總部 去新加坡 也千萬不要開口風 如果人多 你隨時隨地 找個地方坐下 就是 再算 還有幾個月 千變萬化 到時再算 如果支持我們 年宵 來維園見一下我們 因為我們妄想最大的黨 就會移師到 年28 星期六 就在年宵 我已經失敗了 我又忘記預留時間 你亂戰沖繩 是啊 還有我們出DVD 是啊 我們選民力量的年度巨獻 大戰九一霸權 就會有DVD 我很興奮的 那些人說出旅關公poster 想想一下 到時整個搭都要他簽名 我們上次poster還有 還有 我們五個 至少我們有這麼多個 不要只一個 對呀 賣了一些poster也好 那你那些恆膽超人都還沒出過 什麼 沒有了 已經丟掉了 不是呀 那些相片 那些相片還沒出 可以做一下後期來做宣傳 剩下一點時間 我還有幾個話題都想說 看你們喜歡說哪個 包括有區議會的主席選舉 有很多大龍鳳看到的 還有就是民主黨的立法會參選名單 你們覺得有誰有興趣說多些 說哪些才好呢 我覺得說了那個尹兆堅 尹兆堅事件 尹兆堅事件 出賣 好 其實先說整個整個picture 就是18區區議會 選了政府主席 最後當然是expected的賽果 就是全部都是建制派 其實民主黨如果算是建制派 不過全部都是民建聯 還有一些委任議員 公民力量的人 所謂的泛民都拿不到 政府主席 我記得上一屆有一個副主席 是不是葵青 葵青他有一個政府主席 但是這次呢 你知道因為有委任議席 所以 他只要委任救人 就會平衡你 就算有些區域是泛民 所謂的泛民領先 都不能夠當選政府主席 那有哪些人 你的朋友不敢遵就是 灣仔區的副主席 有我的朋友 我現在多了很多朋友 馮偉光是我的朋友 不敢遵就是我的朋友 其中最多的風波 例如劉王法 他想去誰是灣仔區主席 孫啟昌 王八明 即是林莊 連續續八年 其實民建聯就拿了一半 一半大概 拿了十八席副主席 很多委任 獨立的建制派 也都是拿了主席還是副主席位 例如王德傳的死敵 王達東拿了深水埗區的副主席 這個就是民建聯 其他那些很多都林莊 蘇西智也林莊 張學明就是大埔區主席 其中 這個可以講一講就是葵青區 選政府主席的時候 民主黨的尹兆堅 是有份去提名的 但後來法國選出來的時候 他是大比數輸了 而最後他計算下來 在十六名泛民議員裡面 梁耀忠沒有去 其中有三個 是沒有投給民主黨的尹兆堅 是投給方平的 尹兆堅出來說 感到非常震驚 為何民主派 泛民的人 會投給對家 他明知道是輸的 但為何他會投給對家 他是委任的 不是投給民選議員的 他計算是街工的 對 應該是三票 為什麼 問自己民主黨的 這些就是泛民 尹兆堅不要第一個撲出來 就說有人註冊了泛民 是他第一個撲出來的 是 自己吃屎 街工說 今次的選舉是自由投票的 有人認為 有哪次不是自由投票的 是的 我們很想問 被人架著 把刀在頸裡 有人說 不應該支持委任議員 但也有人認為 雖然方平是委任議員 但他過去對社區 都十分勤力 所以就可以被政府控制這個區議會 我也覺得從那些區議員 我也認識一些區議員 他們當年都不是投民主派的區議員 我認識一個區議員 街工這個說法 我也不支持 我不贊成 他可以投白票 但如果投下去這個 對家真的不行 委任的話 其實你是在承認那個兒子 將自己的存在 多你一個不多 少你一個不少 這些混水 你都死要躺進去 你是不是都不會贏 尹小堅 但是也有人不投他 我不知道 泛民 其實他們反而說這些 所謂的原則問題 我就覺得奇怪了 他們就最沒有了 他們反過來 不發生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奇怪了 他可能跟區議會新的主席 另外建制派委任議員 方平 講好數 可能去幫他在區域做些什麼 那就爭取了民主 那你不知道 民主一大步 爭取了 那你不記名投票 這個案子同樣發生在 劉王法身上 劉王法一樣拿到泛民的票 有些議員就說 屯門區沒有了法叔 那個牙力 跟政府的溝通 爭辯 那什麼都投給民建聯 可以 是啊 沒有錯了 那就不應該取消委任制 因為你沒有法叔 沒有委任制 沒有法叔 你服務你 這個升級行政會議的區議員 所以這些人都死了 你證明了所謂的泛民 其中不少的區議員 他們的心態 那個 mentality 其實根本 所謂跟你們爭取民主 是完全無關 因為他們是唯威政治 沒有意志 根本也沒有力量 他們不是理念政治 朋友政治 總之我認識你很久 我就投給你 而且是可以交易的 譬如有些區議員 為何投委任的獨立議員 第一個獨立議員 亦都不太面目可憎 好過被民建聯做到 有些人覺得是投給一個獨立議員 而且第二 獨立議員 有些大水猴來的 你平時搞什麼 紅白議事 或什麼 你自己的小區 要搞一些 政府的sponsor不夠 你找主席來sponsor 主席就隨時 開張支票給你 你出本書 你什麼區議員 主席就隨時 你現在找那些爛鬼民主黨 做了主席 都不會有油水 那些錢都是錄到市民那裏 可能不是議員得到的 網友都發現 尹兆堅原本是街工 即是私怨兩個字都說了 是啊 那你不要發大上去 那些街工呢 寧願投給方平 也不投給尹兆堅 梁耀忠還被鬼埋直 氣權又不想提 如果一頭對家 又更加千古罪人 那最好啦 肚痛好 不在香港好 他很少不在這裡 這個 這麼重要的時候 是不是 梁耀忠議員 他不在這裡 就不用控制著那些年輕人 就任投了 那 就是這樣了 所以大家不要對區議會有什麼期望 如果控制政府主席 林須倫有什麼事呢 就會叫18區的政府主席出來 開會 開完會出來就說 18區的政府主席 你一次是通過這個方案 我們已經做了18區的諮詢了 這樣就講完了 那個故事 還有另一個 都要先講講 民主黨出了那個 立法會參選名單 他的原則叫做N加1 什麼叫N加1 什麼叫N加1 即是 N呢 就是圓有議席 圓有議席再加1 即是代表進取營 所以 我N是傻的 我N是傻的 哈哈 但是我就不知道 譬如新東 他當自己的N是什麼呢 新東的N就是2 現在他是劉偉卿和黃成千 但是九龍東呢 他現在也有一個議員 他應該出兩條 但是現在只有一個人報名 是嗎 九龍東啊 是啊 胡志偉 不過這個呢 這個一開出來 大家就說 沒有了誰 不是看有誰 沒有誰 沒有了李華明 還有這個張文光 張文光 但是呢 李華明就說 這個是第一輪的 其實 都是進海公退我手的 嗯 即是最後呢 是可以有第二輪 有什麼不妥呢 可以加回去的 哦 他是不是連了功能組別 他都寫在這裏 那是超級議會 都是功能組別 是啊 所以 這個是子宮參考的 哈哈 不是最後定案來的 另一個有趣的議題 就是究竟羅智江會不會 做這個 局長 他們回答了就是 民主黨的黨員 不能夠 就是加入執政團隊 很簡單 就是退黨 是啊 不可以做民主黨 對 每個人民主黨會點出來的 那些 要入執政團隊 要行政會議 是啊 行政會議 其實有 另外坦白說 人民力量只有22個黨員 有些朋友在外面 那怎麼辦呢 沒有分別的 所以這個是廢話來的 羅智江當然是千絲萬縷的 跟這個唐英連 你當他唐英也是可以的 時間今晚夠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明天 不要投票 但就要運用你的渾身解數 去纏繞惡搞或示威 喜歡加入人民力量 喜歡留意著我們 早朝天下 究竟在哪裏出現又可以 或者你自己 一定有一個在你左近 譬如屯門 南區很多站 因為民主黨多議員 你們都可以 我已經派了人去海宜搞搞他 我們晚上幾點鐘做節目 六至八 六至八 7點鐘就完了 我們早上拍了這麼多片 有這麼多youtube 會播放 還有追蹤最後 究竟他們會去哪裡呢 也都會說 究竟賽果是多少呢 會不會還有幾百人頭呢 明天 八 六至八 我們有這個 賭米行動的特備節目 下個星期六 再見 網上主題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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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網 敢講自豪廳 是啊 是呀 打239990812 或上www.23990812.hk 訂位啦 本店已採用MBS系統 越講越過界之 廣州通識 高帝街的興旺 遠遠流長 清代科舉考試 廣州地區的眾舉者 已加住高帝街者佔多 從此高帝街 就得到高眾及帝的美語 而高帝街在近代 亦都出過類似許氏家族 大大小小的一批名人 潘高壽藥廠 亦都是源自高帝街 這裏在清末文初 形成布匹市場 其中老字號九同章 一直經營至八十年代初 逢星期六夜晚八點到九點 越講越過界 跨境大聲喊 明星期六夜晚八點 明星期六夜晚八點 熱血政治翻天覆地 當我們要發揮傳播機器的力量的時候 我們必然是要有行動配合的 如果沒有行動配合的話 根本那個聲音就發不出 你有影響力 但是那個影響力有限 就不能夠轉入一個思維 就是說 以為民眾不多支持的時候 我們就不如傾向做多些文宣 因為